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白云下面马儿跑 回东边儿相思放 白鸟儿起歌唱 大家好,我叫赵孟奇 现在很多朋友爱唱歌的朋友 都愿意到卡罗开去唱歌 可是我奉劝大家 唱歌的时候先不要点歌 先不要唱 就像有人说赌博好汉不赢 前三把一样 让别人去点歌 那你利用一点时间呢 做一些暖嗓子 练练气的这种活动 怎么叫暖嗓子呢 首先口干舌燥的 就需要一些唾液 就需要有阻礁 闭着嘴 闭着嘴 空着脚 像嚼口香糖那样 让喉咙里 产生一些唾液 这就是最高档的机油 来润滑你的喉咙和声带 然后呢 你可以站起来 把手像我说的这样放着 后头这样放着就 把发动机 预热一下 然后趁机再练练气 把腰的肌肉 背部 腹部 都练一下 然后呢 舌头 也有舌头的操 舌头呢 你可以把舌头吐出来 卷上去 然后去嚼舌头去 卷上去 去嚼 然后把舌头再吐出来 卷下来 用下牙床去嚼它 然后把舌头伸出来 放在舊尺去嚼 再放到另外一边 然后把舌头再像剁肉馅一样 喽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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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喽 然后趁机在没人的时候 把三松练一练 把喉头的地方要 拿手去 掐它一下 按摩它一下 把手并拢 把后边的脖镜 拽一拽 趁机拽一下 然后用自己的大腹鸽 去顶一下下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 我们的舌根在里面藏著 要舌根要松就顶它一下 不要舌根不要反弹它 顶一下 然后学学张张嘴 记得张上额不要张下额 去啃一个西瓜 把整个的嘴部 舌头要吐出来 练一下 下巴放松 我们到动物园去看 一般食草的动物 小绵延啊梅花鹿 它们嚼草是这样嚼的 而不是这样嚼 所以我们就 这样子的气泡源练一下 声带的按摩 然后呢 舌尖练练 双唇 双唇吐一下声音 舌尖吐一下 这一切的暖气暖声 就为将来我们唱歌打下基础 这样唱十条二十条歌 嗓子都不会发芽 都不会长茧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